这里有一座很普通 看起来很不起眼的寺院 但是它却是整个道场 唯一一座坐北朝南的寺院 周围的九十九座山峰当中的寺院 所有的大门都要朝着这个寺院来开 其实这一切都是因为一个人 并且他是一名外国人 他的名字叫金桥爵 在圣唐时期 古新罗国有一位僧人 叫做金地藏 当时他还是新罗国的一位王子 然后这个人长相非常奇特 见谷高耸 身高七尺 而且还力大无比 当时他就曾经说过一句话 他说儒家的经典有六部都遍布天下 道家的法门有三千 也都很虚无缥缈 但是只有佛家的第一亿 与我是心已相合的 所以他剃去的头发做了一位和尚 然后渡海西来就来到了中国 当时在圣唐时期 他来到了安徽的九华山 在这个山林之中 发现这里的山峰都高耸入云 然后绵延千里 这也许就是九华山与金地藏 一场不可错过的缘分 他就在这个山林当中开始修行 这一年他是24岁 开启了一个人和一座山的故事 有一天金地藏在东沿那边去打坐修行的时候 有一只独虫遮伤了他 这个时候他依然端坐不动 不被独虫所去干扰 后来来了一位美妙的妇人 向他行礼 然后并送上药 就对他说 是我的儿子 不小心遮伤了你 我愿献上一股清泉 来弥补我的过错 再后来就是那位妇人 坐的一块石头上面就涌现出了泉水 传说这位妇人就是九华山的山神 就是这个样子金地藏在这个山林里面修行的时候 说明了他在孤独苦修之时 依然是戒律惊严的 然后他引入了这个山林之中 不被世人所知 直到唐智德初年的时候 有一位山民叫做诸葛杰 带着一些山民从山下来到山上 发现整个山林当中空无一人 只看见了一位和尚 坐在山洞之中 在闭幕打坐修行 他们非常感动 看到这个洞门口啊 有一个破损的顶 这个顶里面的一些食物呢 是少量的米掺杂着一些白土 他们非常感动 全部都跪倒在地 哭着就开始说了 不知大师原来在此山当中修行 还如此苦修 我们非常愧疚 我们愿意捐出自己的钱财 冒死请求大师能够同意 我们来建造金舍 供您居住 就这个样子金地藏 也不得不同意他们来建造金舍 然后九华山周围的山民呢 听闻了这个消息 都从四面八方赶来 开始取墓建房 就这个样子 第一座寺院 化成室 就建设完成了 后来金地藏就在这座寺院里面 继续修行 直到公元七百九十四年的时候 这时大师九十九岁了 有一天山石滚落 大师呢 把众弟子召集了起来 要进行告别 这个时候大师便就此原祭了 他原祭之后 坐钢三年 三年之后 肉身不服 面色如生 并且他的骨节是可以转动的 转动时还可以发出金锁般的响声 成为了千百年来的一件传奇 大师二十四岁渡海熙来 在九华山呢 住了七十五宅 金地藏呢 以他安忍不动 犹如大地 净律生命 犹如秘藏般的苦修和坚韧 使得九华山地藏道场 深波海内外 成为了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 也成为了老百姓精神生活当中的心灵净土 周围的九十九座山峰 寺院的大门朝向都不同 但是都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围绕着开山祖世 化成是金地藏修行的这个地方而开的 这也昭示着一千两百多年以来 对金地藏这种很久的敬意 德云